在英法德等欧洲盟国纷纷倒戈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际 美国总统欧巴马政府一反过去的反对姿态 提议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合作 这几年来中共一直试图增加在市盈 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力 美国对亚投行态度的转变又该如何解读 今天焦点纵横我们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中国大陆主导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 美国的诸多盟国最近是纷纷倒戈加入 有评论认为亚投行分裂欧洲和美国是大势所趋 想要请教老师您怎么看 我想这样说法也太过分了 并不是说欧洲跟美国搞分裂 因为我们现在看看中国它为什么现在要主导 所谓的亚投 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IMF 好像是世界银行 这个是一种好像是国际的这样种组织 那这些都是要对一些发生问题的这些国家 然后来去做一些的救助 其实这个就是表示它有很大的这样种力量 尤其是在这个金钱方面 那我们也都知道IMF跟世界银行 它们的资金来源都是各个国家来的 可是是美国在主导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现在等于说好像经济方面资金方面 国际的这种东西还是美国在主导 那现在中国已经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 所以它现在也要拦在美国在分主导的这样种地位 我们看到太多的是这类的事情 这现在已经变成这个经济战争 已经不是这个经济这样种竞争了 那现在其实我们也都看到 除了这个IMF World Bank 然后现在中国其实没有办法插手 所以它也自己用这个ACCEPT 然后跟了这个美国这个APP 然后来这个TPP 然后也来争雄 其实同样的 然后现在它又开辟了一个 这个亚洲公共建设 这样种投资银行 然后来吸收各国的这样种资金 那现在当然是从这个欧洲国家 然后从美国国家 那美国以防 那个真的是中国人 然后来跟它在各方面在称雄 所以它是不希望欧洲国家加入 但是欧洲国家它自己看自己 这样种利弊得失 所以它是要加入也要分一杯羹 所以这个整个是欧洲这些国家 然后现在这个好像 它是有这个力量 然后在这个两强之间 然后做一些 是不是能够多得到一些的好处 所以我们在分析这样种 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也不要把它看作 它会搞分裂 不会啦 分分合合 分分 但是我要讲的 其实成立什么样种 这个银行 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人类 并不一定是好 不一定有好处 IMF跟World Bank 其实早就应该要退位了 但是到现在都还存在 那这个 现在中国又成立了一个新的这个东西 世界会更加的混乱